今年Ascola的职业学校学生的年度作品是将Skola改造成厂红车 而不久前则公布该车名为Slovia 并表示于近期内就会亮相 因此就在日前Ascola便正式展示Slovia 之所以取名Slovia是以Ascola的最早自行车品牌Slovia 即纪念Ascola创立125周年 而由此将Skola改造成厂红车想法 其灵感来自于1957年的Skola1100OHC 至于Slovia试车可以看见学生将Skola逼住后开始进行大幅改造 取消后座空间将其转型为双座敞篷 并画上20寸轮圈介意展现敞篷车气势 虽然少了后座但仍替在行李相规划折叠电动次行车空间 至于座舱则没有座大幅修改仍持Skola配置 仅针对座椅升级为赛车样式 音响部分则进行扬声器升级 即额外配置动低音来增强低音效果 动力方面则同样搭载1.5升涡轮引擎维持150马力输出 更多细节就直接看图 感谢观看